這幾天其實市府內部的這個 氏氣是非常低落 據我所知那個衛生局裡面的 這個狀況 不只是說他應接不暇 各種這個繁雜的這些問題 包括最近這系統的問題 內部其實氏氣是非常低落 所以他可能要把這個內部的 這種情緒 他要把他釋放出來 他又不願意真正面對問題 所以他乾脆把這個問題甩鍋給別人 這可能是他覺得說 看可不可以把他倒向那邊 這我覺得是非常不負責任 另外就是這個大家不要 我相信現在所有的市民 因為我們自己在中正旺華 我這幾天就是接一大堆這種電話 教你怎麼預約 教你怎麼預約處理這些事情 這個就是這幾天的這個 接差不多十通有八通是這個 我剛剛坐車過來的時候 也接到幾個長輩的說 常佐我現在是完全不知道 我現在到底是要預約 不用預約 我的理長來跟他說怎麼剛好 我也不知道 我怎麼會知道 他說可以去問衛生局 我去打衛生局的 衛生局的每天都給我不一樣的資訊 拜託議員幫忙協調也是一樣 那我要跟大家說 每個長輩心裡一定一肚子悶氣 問題是我我剛剛講說十通有八通是長輩那個 另外兩通是診所 診所也氣炸了 大家不要以為他真的有一個系統 他這個不是真正的系統 他就是叫大家去登記一個名冊而已 所謂的系統應該是說我現在登記了 哪一天幾點去哪個地方打 診所那邊也收到我幾點幾分就有某個人會來 他不是這樣的大家要搞清楚 他就是叫你幾點你去登記你要打 接著說你要去哪裡 然後最重要是日期時間不知道 那診所要幹嘛 診所也不知道啊 所以市政府叫診所去打電話跟他們排時間 所以診所也爆炸了 我怎麼有這樣的人力 你一次塞幾百人上千人來 然後叫我去跟這些民眾聯絡說 你們全部的時間是幾點到幾點 所以有一些診所只好放棄說 你來到現場還要再抽一支號碼牌 要不我沒辦法做啊 我要怎麼作業 你要整死診所 所以這不是真正的系統 他現在在那邊很笑的 覺得說哇我台北市獨冠全球 結果你搞一個假系統 在這個要預約的人 不知道我的時間日期 收到預約的診所也不知道時間問題 然後你叫他這個應該是所謂的系統 是電腦幫你處理好 人事物要幹嘛 不是他都沒有 這個中間是有電腦沒有錯 但是接的都是人聯絡啦 也就是你市政府不做的事啦 叫診所去做 每一個縣市政府 都是他的民政機構 或是他的縣市政府 幫大家處理的啊 幾點人事物去哪邊打都知道 你現在弄一個假的系統以後 這些事情並不是電腦幫你做 他叫診所幫你做 所以這個現在我剛才講說 十通裡面有八通是長輩打來罵 另外兩通是診所說 長左你有辦法再幫忙協調一下 我們診所的人力不是拿來做這個的 我是醫護人員啊 我要知道是幾點的時候 我要來接拿 要來幫忙打疫苗 我為什麼要幫這些長輩開始排 我打電話去我還被他罵 長輩覺得說你診所怎麼沒幫我排好 他被他變成還要這個疏解長輩的悶氣 問題是不是他說要這樣用的啊 所以我就講說 你搞一個還是假的系統 你還叫長輩去學 我要告訴大家 大家應該還記得疫情剛爆發的時候 萬華的那個剝皮疗快篩戰 是不是整個排隊長 這個一模一樣的事情 大排長龍的隊 醫護人員還要去整隊 大家在那邊排好幾個鐘頭 還不知道會不會輪到自己 那個時候我在萬華我看到 我就說我趕快協調新創團隊 因為這個其實有新創很容易的系統 我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直接掛號系統就好了 然後還可以升級成為線上的系統 我當時去處理這件事情 這個系統現在新竹也在用 苗栗也在用 都可以線上預約篩檢 我們萬華剝皮疗到今天 還在用人工發號碼牌 我那個時候問台北市政府說 這個是變成的一個系統想要不要用 他跟我說會有資訊落差 長輩不會用 你今天在幹嘛 你今天在幹嘛 快篩的那一個不用 人沒有那麼多 篩檢的人沒有那麼多 而且不是都是長輩 那個是在那一個匡列區域的人 這個男女老少都有 你跟我講說那邊的人不會用 結果你今天針對八十五歲以上長輩 你要求他全部都用你的假系統 然後當初我們怕大家排隊群聚的 這個系統處理男女老少的 你說萬華人不會用 你到底在講什麼 所以你自己打自己的臉 現在新竹跟苗栗都在用 我當初就是為了處理萬華的這個排隊的這個系統 用得好好的 要去這個篩檢的這些直接線上預約 你那個時候跟我說萬華人有資訊落差 不會用 台北市資訊局這樣講 現在你針對八十五人五歲以上的人說你去給我學 我們是領頭陽歲 大家要學會來用我的假系統 背後還是診所在幫你用人工排班 人工排隊這是假系統 你整死所有的人 我在第一時間我也是像剛剛朗東講的 因為我在 因為萬華是在這個最前線 在爆發的第一波 那個時候我都跟陳時中部長有聯絡 然後看到很多亂象 因為到了社區感染的時候 負責的就是市政府 陳部長都還一直跟我講說別人忘記 這個時候真的 他就是直接他直接這樣說 他說現在這個時間 這個盡量不要進入那個 我說好 我也是這樣想 所以我跟我們在地的議員吳佩毅他們 我們處理我跟他講的一些狗屁打造的事情的時候 第一時間我都是我的句子 我都copy paste 一直寫這樣 我說以鼓勵代替責罵 包括裡面的那個臺北市裡面 跟我比較友好的議員 我都一直貼這個 因為他們已經受不了要出來罵 我說我相信地方政府也很累 然後專中醫 然後我也跟這個中央在討論說 疫苗的分配 例如說這個高風險區 熱區是不是要阻擋 它擴散是不是要多一點 在講這些的時候 我記得上個多禮拜 那個部長都還跟我說 我們這個我們的權限 只有到地方限制 所以接著行政區還是要看 這個臺北市政府 我說這樣就專中 我說好也專中 我就是聽到專中的第二天 我剛剛就是好心肝爆出來啦 你看會不會想翻桌 我也專中啊 我說好 我就尊重臺北市的分配 隔天就好心肝 我那天我真的整個火大 我那天就會整個氣死 然後像我第一時間 我跟佩毅在處理 我剛剛講說那個排隊 整隊再一次群聚 然後在哪裡幾個鐘頭 有確診可能跟沒有確診可能的 全部混在一起的時候 結果臺北市政府跟我講說 萬華人有資訊落差 所以沒辦法用預約 幾點再來的這種 跟我講這個的時候 我都平心肌氣 想說專中 我想說好OK 沒關係 這個你一定現場有你的難處 大家都很辛苦 我在這個時候 我也不想強要求什麼 然後今天我看到你說 大家要學著進步 長輩要學著進步 不會的話就叫別人幫你按 那我三個禮拜前 我是見頭 我早知道我現場就罵人啊 要不然我在那邊 我就像朗東講的 我們真的 我都還 我本來是勸大家不要罵人的 我要弄到這一兩個禮拜 有得還漲 真的我肥敢吃電話 也不知道要怎麼樣 你看一下文山區這一張 它這麼多個禮 全部擠在一個上午 你想想看 這一張紙 你就光看說 這一些地方 文山區的85歲以上長輩 在萬瘡醫院6月16號 下午跟6月17號上午 結果呢 一個上午一個下午 一堆你 你光是說這些地方的長輩 85歲都身強體壯 自己有辦法搭捷運 自己有辦法走到這些地方去 對 就算他有辦法自己去 你會出現什麼 你會出現非常可怕的群聚 就是一堆人全部擠在那裡 對啊 因為我昨天看了一下 就是說 柯市長他們說 他們沒有辦法準備 奇怪 我Google都可以Google的出 文山區80歲以上的人口 有多少 那是你們台北市政府 之前的統計數字 那個護政事務所一出來 不是就有名單嗎 文山區80歲以上的長者是一萬多人 我查了一下 屏東縣85歲以上長者 他們現在算起來是一萬五千人 屏東縣的施打 總共有三十幾個 四十幾個施打點 三天的時間 全部照策照好跟長輩說 你什麼時間我會有車去接你來 高雄跟屏東都安排了計程車去接 沒有辦法自己到的長輩 再來你就算是臥床的 做人家做的準備 是臥床的到居家到府服務 居家到府服務 還有一個東西 更麻煩 因為這家居家可能是一個老人家 我這個老人家 我一瓶AZ我要打十個人 我不能說我今天打完這個老人家 剩下九季怎麼辦 隨便啦 那個附近的人 隨便打一打好了 我要算清楚 我今天出去做所謂居家接種 我就要算好 比方我今天你名冊上 給我三十個長輩 我帶三瓶的AZ 我這三十家打完 你還有辦法 你還有一個小時之內打完 對 你要在冷鏈 還存在的狀況之下打完 所以你這個東西就是 通通把責任推給基層的 這些醫療系統 臺北市為什麼要 叫他們自己去這個什麼 預約然後去幹嘛 自己想辦法 自己想辦法 然後去用這個什麼方式去處理 可是高雄市這個就很明確 我整個名單下來之後 我分配好 什麼樣的人 怎麼樣打法 或是什麼樣人要需要去載的 他就整個系統統統統規劃好了 那柯文哲沒有 他說我6月15號開打 然後你醫院你自己去安排人 所以很多醫師在那個 現在也反彈了 對 現在也反彈 所以才有醫師洪罵他 就反彈